中国近代小说故事 凤四老爹 原作者 吴敬子 改编 梁氏 绘画 陈吕平 明朝时候 南京有个武士奉明旗 为人正直 他排行老四 人都遵他凤四老爹 这年春天 他到了杭州 晚上西湖水色山光 不觉流连忘返 住了几天 凤四老爹把钱用光了 想起前堂门外有个陈正宫 曾借了他五十两银子 便去索要 他向陈正宫说明来意 陈正宫愁眉苦脸地 骚着头说 这银子早该奉还 只是近来被人骗去了一千两 手头很紧 亦是没法归还 凤四老爹问他 怎样被骗 陈正宫叹了一口气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原来陈正宫有个朋友 毛二胡子在嘉兴开当铺 陈正宫受他的山货 同他一起到南京去返丝绸 到了南京 两个人一起借助在丝行里 有一天 毛二胡子说 有个朋友因急需钱用 情愿出高利借二百两银子 陈正宫觉得应急人之急 就拿了二百两交给毛二胡子 借给他的朋友 过了三个月 毛二胡子还了三百两银子 给陈正宫 二百两是本钱 一百两算利息 陈正宫笑着收下了 不久 毛二胡子又说 有个朋友要借一百两银子 情愿出一倍利息 两个月就归还 陈正宫也答应了 到了七 毛二胡子果然又将本息归还 不但成色十足 而且还多出了几千 从此 陈正宫把他当作知己 非常信任 有一天 毛二胡子手里拿了一封信 皱着眉头在看 看完了 扎嘴弄唇 假吃假呆的只管独自出神 陈正宫看了很是奇怪 陈正宫忍不住 向他探问 毛二胡子故意不肯说 陈正宫再三究底 毛二胡子才说是儿子来信 并透露出自己的尴尬 他说 家兴有家当铺 阴折了本钱要出盘 有半楼的货 价值一千六百两 只要一千两就出手了 倒是装好生意 可惜拿不出现钱来 陈正宫听了 一腔热沉 愿意借银子给他 但毛二胡子 却另有他一番道理 说是担心生意亏了 银子还不上 倒是没脸见人 陈正宫见毛二胡子 说得这样诚心 越发相信了 当下捧出一千两银子给他 并且不要中人和借据 第二天 毛二胡子算清账款 带着银子 辞别陈正宫回家兴去了 过了几天 陈正宫把麦斯的账款收起 辞了商行主人 乘船回杭州去 传到家兴 陈正宫顺便上岸去 看望毛二胡子 找到当铺一问 里面的人说 这当铺已换了主人 毛二胡子不知去向 陈正宫目瞪口呆 指得回来 陈正宫说完经过 又不住地跺脚叹气 凤四老爹想 这毛二胡子实在雕化 便决定帮陈正宫上 加兴去讨银子 陈正宫听了大喜 盲向凤四老爹 打工作一 谢了又谢 第二天 两个人动身上加兴 恰巧凤四老爹的朋友 秦二垮子要搭船 于是三人结伴同行 秦二垮子知道了 讨债的事 传到加兴后 也跟着去看热闹 他们来到毛家当铺 陈正宫先进去 找毛二胡子 里面的人依旧不承认 陈正宫便嚷嚷起来 凤四老爹急急地跑进去 凤四老爹三步并两步冲到里面 高声叫着 姓毛的在家不在家 陈家的银子到底还不还 柜台里的人就是不理的 凤四老爹火了 两手搬着一座短墙 身子往后一用力 那墙就哗啦啦地倒了半堵 那些店员和顾客看了 都目瞪口呆 凤四老爹转身走上殿堂 挽着外边的一根柱子 圆睁两眼 向着里边喝叫说 要命的都快歇出来 店员们哪有不怕死的 慌忙跑出来 接着凤四老爹两手被剪着 把身子一扭 那柱子就离地而起 一脚乌檐没了支持 砖头瓦片纷纷落下来 灰土飞扬在半空里 人们听到摊了屋子 都拥进来看 院子里挤满了人 毛二胡子见这样不是个事 只得从里面走出来 凤四老爹指着毛二胡子 一阵斥骂 众人听了 七嘴八舌的都说 毛二胡子的不是 前二垮字也上前 把毛二胡子说了一顿 毛二胡子指得自认不是 答应将本利一起 还给陈正公 毛二胡子算了利息 忍着心痛 捧出一千多两银子来 还给陈正公 陈正公得了银子 拿出一百两来 谢凤四老爹 凤四老爹只拿了欠自己的五十两 余下的五十两依旧还给他 陈正公谢了又谢 拿着银子 辞别凤四老爹回杭州去了 凤四老爹和秦二垮字 乘着船回家 一路上说说笑笑 不日到了南京 秦二垮字敬佩 凤四老爹的为人 对他的武功也十分羡慕 因而时常把他请到家里 传授教习 有一天 秦二垮字的哥哥 秦中书彦克 请了高翰林 施育使和高翰林的朋友万里 凤四老爹也应邀去了 秦中书排场过去 还叫了一个戏班子到家里演戏 众人喝了酒 便到花厅去 台上正演着西乡记 台下看得津津乐道 忽然 门外一声啰响 有几个红黑帽子 吆喝着走进来 跟着进来一个头戴纱帽 身穿断袍的官员 和二十多个快手 众人不晓得什么事 都觉奇怪 那官员走到众人面前 站住 一个快手立即上前 把一条铁链套在万里的脖子上 众人吓得面面相去 万里被带走了 众人定了定神 才纷纷议论起来 秦中书很不高兴 埋怨高翰林 不该带万里同来 凤四老爹 见他们只顾自己 心里不禁有计 台上的戏早就停了 戏班管事来问 是不是要演下去 秦中书说 客人犯了事 与我何干 为什么不差 凤四老爹在旁听了 神色愤怒 但也不好插嘴 他们依旧坐着看戏 秦中书忽然瞥见 凤四老爹望着他冷叫 不由奇怪 别问为何 凤四老爹直截了当地回答了他 并且叫他派人到县里去打听 这话提醒了秦中书 连声称是 当下秦中书便派了一个管家 到县里去打听万里遭捕究竟为了何事 不一会儿 那个管家回来了 带回来一张抄来的牌票 众人看了 依旧摸不清头脑 凤四老爹觉得 只有自己去才会弄明白 便自告奋勇地又去了 他来到县衙 找到两个马块头 说要到牢里去看万里 马块头都尊敬他 一口答应 来到牢里 凤四老爹仔细地问万里 可是万里自己也说不清楚 只说是台州府差人拿了通缉文婷来捉我的 大概是冤枉的 凤四老爹指的回来 一路上心想 这场官司 看来得要我回浙江去探厅一下 才能弄个水落石出 他回到秦家 把自己的打算说了一遍 秦中书一听 连忙推得干干净净 高汉林却怕日后连累自己 窜得着凤四老爹同居 第二天 知县坐堂提审 看见万里沙帽官府 好生奇怪 仔细地盘问了一遍 方知对方竟是个中书 知县听了万里的话 暗想自己和他是同乡人 何不照应一下 便在批文上写明万里是七品官县 以免地方官审问时误当作一阁声员 动刑拷打 可是万里看了 却暗暗着急 知县写完 便派了常差召声 随同胎州的两个府差 把万里压借到胎州去 三个差人压着万里走出衙门 奉刺老爹早在衙前等候 改上前招呼 百姓看见锁了一个穿官服的 都围观上来 他们好容易从人群中挤出来 奉刺老爹觉得在街上不便说话 就请差人到他家里去 到了奉家 奉刺老爹请照声给万里开了锁 万里向奉刺老爹磕头便拜 奉刺老爹连忙扶起安慰 表示陪他同去 会想办法帮他 奉刺老爹让差人先在他家里住一天 然后一起动身 差人答应了 把万里交给他 各自回去搬行李 三个差人走后 奉刺老爹把万里带到书房 细细盘问 万里这才把案情实说了出来 原来当时这江沿海一带 时常有倭寇抢猎 有一次 倭寇侵扰台州 苗总兵带领人马 把贼兵杀得落花流水 台州遭了倭寇浩劫后 成员岛的土地荒芜 苗总兵就召集老百姓 修筑边防 开墾荒地 老百姓都非常感激 万里也写了几首诗 称颂苗总兵的功绩 不料这江巡护和苗总兵 撕下一件不合 亲自来到台州 说苗总兵撕动钱粮 扶报费用 隔了苗总兵的职 并将他抓捕起来 老百姓知道了 都鸣不平 聚众霸士 要求把苗总兵留下来 巡护心虚 吓得逃回省里去了 过了几天 巡抚带了大队官兵 前来镇压 官兵在苗总兵家里 抄到了万里的诗 认定他和苗总兵勾结造反 派兵前来拒捕 万里只得单身逃了出来 他逃到南京 恐怕官府追捕 便假冒众书 和官僧们撕混在一起 以防官府的耳目 万里说完原油 气得凤四老爹两眼冒火 他沉吟了一会儿 心里有了主意 便向万里安慰了一番 当晚 三个差人都搬了行李过来住 凤四老爹叫人备了酒饭 款待他们 自己却到秦中书家去了 凤四老爹到了秦家 见了秦中书 劈头就说获释到了 吓得秦中书面如土色 连话都说不上来 凤四老爹顿了顿 显出郑重其事的样子 告诉他万里其实是个假官 秦中书觉得这是和自己并不相干 就埋怨凤四老爹大惊小怪 凤四老爹马上用想好了的话 吓唬他 说这个假官是从他府上拿去的 他肯定脱不了干系 秦中书听了 顿是像冷水浇头一样 瘫痪在椅上 瞪着两只白眼 哀求凤四老爹给他想办法 凤四老爹就抓住时机 叫他设法去替万里宝举 弄个真观 秦中书怕来不及 凤四老爹说有钱就行 秦中书想不花钱去托 诗玉使赵丽宝举 凤四老爹冷笑了一声 直截了当地说赵丽不行 要他掏出腰包来 秦中书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只好答应拿出银子来 凤四老爹为了尽快把事情办好 有出主意叫他请高翰林 拖诗玉使去走门路 秦中书一想不错 就写了一个帖子 立刻派管家去请高翰林来商量 一会儿高翰林到了 凤四老爹把自己的主张说了一遍 又催秦中书去拿银子 秦中书忍痛捧出一千二百两银子 交给了高翰林 高翰林不好意思推脱 只得答应尽力去办 高翰林拿了银子 来到施玉使家里 施玉使连夜打发人进京去了 凤四老爹回到家里 见了万里 把替他办了一个真重书的事 说了一遍 万里不觉倒身下败 凤四老爹拉了又拉 方才起来 第二天 凤四老爹收拾了行李 同三个差人随万里到台州 打官司去了 到了台州 差人怕官府知道训司 要万里带上行李 凤四老爹便从城外叫了四成小叫 放下帘子 叫三个差人同万里坐着 自己跟在后面 一起来到万家 在万家吃过了酒饭 凤四老爹叫差人先到府衙去 悄悄悄地把承办的书吏赵琴请来商量 赵琴也知道凤四老爹是个仗义的豪杰 答应帮忙 第二天 万里依旧穿了七品功服 戴了沙帽 着了靴 只是脖子里截了链子 戴着手铐 同三个差人一起来到府衙 齐之府立刻升堂 他见万里沙帽原领 直立不贵 先吃一惊 再看批文 有尊力宝举中书字样 又吃了一惊 万里却从容地问他拘捕理由 齐之府说万里勾结苗总兵 所以犯了罪 万里不肯承认 只是忽冤 万里要求齐之府详细调查 又故意供出凤四老爹 赵琴便请齐之府签了火签 派差人立刻去捉拿凤四老爹 一会儿 差人把凤四老爹带到堂上 知府向他贺问 他理直气壮地回答着 不承认自己犯法 齐之府大怒 吩咐用大刑拷打 差人们吆喝了一声 把家户一扔 上前把凤四老爹按倒在地 差人们把凤四老爹的两腿套在家棍里 用力把绳一收 只听得咔嚓一声 那家棍却蹦为六段 齐之府大惊 齐之府以为凤四老爹有什么邪处 盲叫换了新家棍 自己用猪笔写了封条 又盖了印 贴在家棍上 齐之府叫差人重新用刑 谁之声还没扯紧 又是一声响 家棍又断了 一连换了三副家棍 足足地蹦坐十八节 散了一地 凤四老爹只是笑 没有一句口供 齐之府毛了 指得退了堂 将凤四老爹和万里压在肩里 齐之府报告了巡抚 巡抚这时已得到内阁的支兆 知道万里已有了中书的官职 同时凤四老爹又是有名的壮士 觉得不便和他们为难 就吩咐从宽解案 齐之府回到衙门 便把凤四老爹和万里一起释放了 这一场火热的官司 却被凤四老爹一瓢冷水泼戏 万里回到家里 不住地叨念着凤四老爹的恩情 不知如何报答 凤四老爹笑了笑 并不在意 说大丈夫理应建议勇为 第二天 凤四老爹不受杯水之谢 死了万里 取路回南京去了 五言 洪遥 万里 伤害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